这个奖学金有3万2 我先告诉你们钱 这个很实际 我自己的老板就说 毕了你该走了 拿老板的钱 看人脸色吃饭的感受很不好 我要自立自强 但是我这个人吧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我不怕 现在没有心情 特别特别生气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大秘密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LoveGhost之一 这期视频我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相对来说冷门的香港港府奖学金 我先说啊 它的名字呢 其实我给它命名 我看一下它的名字 它叫香港资助局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呢 是我去年毕业之后 无意中刷朋友圈 刷到的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当时的心目历程 我毕了电 我突然发现 我还没找工作 我既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交职 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当博后 欧洲那边我也不是很熟悉 主要那边我没有一个老公 你黑我 我又想了一下 那我能去哪里呢 九十六月份毕业之后我就开始扣扣搜搜搜 这里想想那里想想 这里搜搜那里搜搜搜 不知道该要怎么申请吗 一般来说呢 我那些师生师姐他们都是走老板自己本身那些ITF的项目 但是当时我好多老板他都不愿意给我那个博后的职位 然后我就很惨 我自己的老板就说 毕了你该走了 毕了之后我们老板一般会给我们三个月的那个时间嘛 让你找工作嘛 过了三个月之后我还没找到工作 我又跟他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三个月 然后他就这么说 那我想一下 完了他翻了半个小时 最后给我找了一点有的没的的钱 就是让我再续三个月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拿老板的钱 看人脸色吃饭的感受很不好 我要自立自强 当时好死不死 翻朋友的圈圈的时候就正好翻到了 有一个朋友 还是一个非科研圈的朋友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这个奖学金有3万2 我先告诉你们钱 就很实际 然后我就当时想 这个钱很不错 后面我就是顺藤摸瓜 一点一点把这个基金的信息挖出来 然后我发现呢 这个奖学金 它其实是一个促进香港本地科研发展 寻找几个这种对学科发展 有领导力的一个人 你看这个scope它是很大的 在网上面发呢 发现这个奖学金还是有点了不得的 因为它一年就选50个人 包括了所有的人文和科学学科 其中有25个名额 是要给香港本地的local的 25个名额给全世界范围里面的人 所以呢当时我想了一下 其实竞争还是有点激烈的 但是我这个人吧 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我不怕 我就上了 所以我当时就给我的supervisor发了一邮件 他说你勇气可嘉 那你就申请吧 你知道我又是个特别佛系的人 他写的那个截止日期 其实是10月16号截止 我一直到了10月初 我什么都没有写 突然有一天秘书姐姐给我发信息 你的proposal呢 你的文件呢 我当时我还在西林那边在那玩 在溜 在高原上的某一天 我接到那个信息之后 我朋友说我们去玩船呀 我当时就说我现在没有信息了 特别特别神奇 最后就发现事情大条了 我就从那天开始疯狂的写proposal 疯狂的准备里面的那些资料 快码加鞭 参加他的面试 一步一步被选上吧 完成了所有的申请之后 其实我是认真复盘了这个基金的申请的 我觉得这个基金吧 还真的就挺适合我申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基金像那种世界杯比赛一样 比赛是分为系里面选拔 然后学校层面选拔 每个学校在提名 提名到香港的政府那边 所以呢最开始是系里面 包括说六进一或者是八进一 到了学校的话 不管你有多少个提名者 他只能选出12个人 然后这12个人乘以香港一共有8个学校 有这样的一个资格 组成96个的这样的一个池子 所以最后他们是96选50 最难最难最难的部分 我想了想反而是系里面把你选上去的过程 你碰到的最难的竞争者 其实就是系里面 所以俗话说的好 你如果进了一个死亡小组 你再厉害都没有用 但如果你进了一个很轻松的组 可能你就对你可能就躺赢了 这也是这个基金它比较奇妙的地方 它呢既有proposal 又也有面试 然后也有这种选拔制度 相对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系细子比较多的一个奖学金啊 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补充一点干货吧 这个奖学金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它的硬性条件有三条 第一条叫做你要在香港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其实你升到这个奖学金 你就一定有合法的工作身份 然后第二条是你的毕业不能超过三年 简单来说 如果说你是七月毕业的话 或者你十月十一月申请这个奖学金 你要等到来年的三月到四月 你才知道结果 所以相对来说 这也是这个基金 我觉得它的时间设计上 没有那么合理的一个地方 它相当于是有一个将近九个月的gap 在你的博士毕业到你的开始你的博后 它中间的那个时间 它的津贴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一年大概有40万港币左右 有一两万的那种traveling allowance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大秘密了 我刚刚讲的信息 其实只是这个基金的最基本的信息 我相信你们想要听更多的八卦 更多的八卦其实就是在于 我为什么能申请到这个基金 那是因为我有你们 LoveGhost所有的粉丝 如果没有这个频道就没有我 没有我的申请成功 好 那我要在下一期的视频里面去讲解一下 为什么LoveGhost成为了我拿到这个奖学金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或者喜欢我们的话 希望你转发订阅 关注评论 点赞我们的视频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